加油 眼手红锤是如何从马步变成公步的 左脚印的灯珠力 右脚也向下灯 这时候胯是左右 左边右边落 左边起 对身体不要产生移动 奥布斩手的动作要领有哪些 手放着没做动作 转身的时候 左肩压着你走走 左肩推你走走 右单云手是如何破解对方肘肌的 这时候我撤步 走了个小驴 这时候我再加个驴 然后再进一步 太极鱼养生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太极与养生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一同跟随洪老师学习了 红式太极拳二路的第28式到第33式 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跟随洪老师来学习 第34式到第38式 眼手红锤 浮虎 抹眉红 右单云首和奥布斩首 节目开始 还是让我们跟着洪老师一起 把上节课学习的式子复习一遍 我们从闪通背最后移动开始 进一步沿手红锤 裹身边 右转身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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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肘式 披胶子 翻花舞秀 观众朋友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学习当中 首先我们请洪老师 把今天要学习的这几个式子 眼手红锤 浮虎 抹眉红 右单云首和奥布斩首 为我们连贯地展示一遍 我们从翻花舞秀最后移动 眼手红锤 浮虎 抹眉红 右单云首 奥布斩首 观众朋友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的详细学习当中 首先我们来学习 眼手红锤 浮虎和抹眉红 这三个式子 洪老师请您先带着我们做一遍 好 我们从翻花舞秀最后移动 开手 两手逆缠 眼手红锤 右手手心向后 握拳 放到左手手心 旋转 眼手红锤 扶虎 扶虎 右手前插 右脚左蹬 一 二 某眉红 洪老师 我们先来学习 眼手红锤 这个式子 好 我们从翻花舞秀最后一动开始 第一动 大家注意 两个主尖不要动 两手走逆缠 挤开 右手手心向后 握拳放到您左手手心上面 左手手心在您右拳的上面 向后 向后引 右拳向前激发 柯老师 我们在做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的腿部是不是一直是不动的 保持这个马步 腿部有一个变化 你看 我们从马步开始 变成公步 眼手红锤是前公步 左侧公步 我们这个是怎么变化过来的 你看 我们在马步 这个 翻花舞秀最后运动的时候 是 是那个侧马步 然后 两手向上 挤开握拳 握拳出拳的时候 注意 左脚印着灯住力 右脚也向下蹬 这时候胯是左右 左边右边落 左边起 对身体不要产生移动 对 也就是说 我们在出拳的时候 变成了这个公步 对 出拳的时候变成公步 这一点 大家一定注意 注意了后腿 注意我们眼手公拳的后腿 往往人们容易产生 认为这是蹬劲 蹬劲的时候 把腿蹬直 他这样打拳 这就错了 你打拳的时候 你整个身体就产生了移动 我们膝盖 后膝盖 微微向外撑一点 你这样打 这样出拳 你整个身体 它是不会产生移动 它有个天平的作用 它上下 产生个上下的动作 那我们在出右拳的时候 是这个右腿的蹬劲吗 是左腿的蹬力 左腿的蹬力 对 如果您左腿蹬不住劲的话 你整个身体就会产生摆动 摆动的最大幅度就是膝盖 你看我们打拳的时候 往往身体来回地晃动 它膝盖会产生晃动 容易产生膝盖摸水 或者时间长 感觉到膝盖疼 这一点膝盖一定要固定住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 我们出哪一个拳的时候 应该用哪一个脚的蹬劲 您看 严手空垂这个出拳的时候 左脚的蹬力 蹬上来 是蹬到您的右肩 对 你右脚的蹬力 蹬上来 是蹬到您的右胯 蹬到您的左胯 左胯顶固定住之后 它在这个力传上来 传到您的左手 它是一个交叉的传导 对 您要体会出这种力量来 你身体就像一个 交叉一个十字状一样 斜十字状 这时候你身体是稳固的 也不会产生左右的移动 方老师 我们再来学习下面一个式子 好 浮虎 第一动 右手便掌 左手下按 按向你左胯的外侧 右脚向外 蹬一小步 脚尖蹬住 右手手心向后 右手手心向后 下一动 两手握拳 收肘 落脚 落成侧膀布 然后 右手走 顺缠 变逆缠 向您 右腮上转 然后以肘尖为肘 右手变逆 变顺缠 向外挤 这时候 这时候 您的身体向右转 对 好 方老师 您刚才提到 有一个脚尖蹬地的 这样一个动作 对 这个脚尖蹬地 大家看一下 注意 这个身体的移动 不要先向前移 然后再蹬脚 注意 在这儿 直接出脚 出脚蹬地 落脚的同时 两手向回手肘 握拳向回手肘 然后右拳走 逆缠向您的右腮上转 这一点 大家应该注意 从这 收回肘来之后 右拳向您的右腮 走逆缠向上转 这时候 您的肘尖 以肘尖为立肘 只转小臂 向外转开 走顺缠 左手在您的心口 你看 这样蹬住 正好是贴着 对方的前膝 贴着前膝 我落脚的时候 落脚后跟 有个凝转 这个凝转 就产生个膝靠 就破坏对方的平衡 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区分 宏老师 这个手的位置 大概在什么地方 左手 注意左手下按 在你的胯外侧 注意两个手 你看 是在你的胯外侧 有个向下按的劲儿 注意不要两个手 都是手指向下撑 注意左手 手指 一定要中指向上领 一个向下按的劲儿 左手 右手向前开 是肘子 是肘子 霍老师 我们再来学习 下面一个式子 抹眉红 是在俯虎最后一动 我们身体向右转 左拳 走顺缠 向外击打 然后第二动 收左肘 右手便掌 摆左脚 身体转180度 右手向您的右前方 击开 黄老师 这个抹眉红 这个式子 听名字来说 它是跟眉毛 有什么关系吗 它也是个象形 也是有关系 因为它是 在这个转身 激发右掌的时候 利点是在 你小鱼肌的外侧 正好转过来 正好是 擦着对方的眉毛 而发劲 这个红这个字 就像我们这个手掌 在过去来讲 这个手掌 就像个刀一样 这样擦着对方 眉毛过去的时候 很容易把对方 这个皮肤擦成一道红印 这一点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做 两个人在做实际 运用的话 尽量不要蹭到对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手掌 你捧起劲来之后 你掌握不好 你身体的 因为这个是个旋转 而发的力量 这种力量很大 你掌握不住的话 很容易伤到对方 所以大家 大家做实验的时候 要注意 用您的小臂的前侧 用这一点发力 就可以了 小臂前侧 对对对 平时练习的时候 平时练习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 技机当中 它是针对敌人 而且你们在练习当中 它对方不是敌人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用力的方法 黄老师 在详细地学习完之后 请您再带着我们 复习一遍 好 我们从 《番花舞秀》最后移动 沿手红锤 严手红锤 第一动作 双手一定要贴腰随身而转 第二第三动作 双手开始应在两腿内侧 第四动作 右拳击时要松沉右膝 以加强右拳前击的力量 此事步行应为左攻步 扶虎 此事第一动作的右臂 应松肩沉肘 向右前方加大逆缠 以配合右足的后蹬 使上下前后合成一个劲 抹眉红 这是先以肘击右后方的对手后 又向左前跃出 应付前面对手之法 下面我把严手红锤 扶虎和抹眉红三式的 使用方法给大家展示一下 严手红锤最后一动 在番花舞秀的最后一动 对方是在我的侧前方 两手封按我的左肘 这时候我松成左肘 走逆成反拿对方手腕 右手旋转上来 防对方 防止对方那个肘起 然后在对方的肘下侧 击打对方的内部 扶虎这个动作 是对方在我的右前方 对 侧部准备迎击我的时候 引起我的容易向前倒 这时候我右手变掌 走逆缠 左手下按保持平衡 右腿向外开一小步 脚尖蹬地 走着个急 奥步斩手的动作要领有哪些 手放着没做动作 转身的时候 你左肩压着你肘走 左肩推你肘走 右单云手是如何破解对方肘起的 这时候我撤步 走着个小驴 这时候我再加个驴 然后再进一步 太极鱼养生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右单云手和奥步斩手 这两个式子 洪老师 请您先带着我们坐一边 好 我们在某眉红最后一动 右单云手 奥步斩手 欧老师 我们先来学习 右单云手 这个式子 好 我们从抹眉红最后一动开始 这一步法是小侧马步 第一动 右手松肩成轴 右脚成 右前须部 然后再进步 跟步 侧步 退步 反复三次 最后一动 然后身体 以左边为轴 身体右转 右手向您心口 走顺传向心口出 左手 往您身体的左前方 逆传 右单云手 洪老师 右单云手 这个式子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单手去做动作 这个右单云手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做动作的时候 手不要收到心口 不要收回来 你看我们正对这边 我们再做 第一动 你看 松肩成轴 注意 走下它外粘的力量 再进步 跟步 出手的时候 注意 一定要先出手 轴 再带轴的出 收轴的时候 先收手 先松肩成轴 再出 这时候左手 注意左手 左手在心口 可以做什么 做小旋转 小旋转 你看 小蝉丝旋转 它并不是不动的 并不是不动的 也可以我们 大家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这个 跟手 做跟手 走这个小反手 小正手圈 跟手 但是实际上 它是 右手在做单独的运动 左手在后 做这个小蝉丝运动 一个是运动您的 活动您的手指 再一个 它这个向回走的时候 它有一个小铝 小铝 小铝是 右手 后手 走顺缠 提转对方的手腕 也养成这个习惯 但是刚开始出学者 你尽量不要做动作 你把手放在这儿去了 放在你心口就可以了 你看转过来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对 再一个动作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注意 身体不要转过 出手的方向 是在您右膝盖 落脚之后 右膝盖 四十五度脚 右膝盖上方 你不要走到一侧 你走到一侧 整个劲路 进路就改变了 就身体就散开劲了 在一个出手的时候 注意 向前进一步 不要右转得太过 身体保证 四十五度角这个方向 就可以了 邦老师 我们再来学习 下面一个式子 傲步斩手 傲步斩手 就是一个动作 大家看 我们在右单云手 的最后移动 提膝 对 提膝 然后在空中摆脚 落脚尖 落脚后跟 脚后跟蹬住 然后右 左脚 脚尖蹬劲 向前旋转 这个左手 有个向下 向下切的力量 我们并不是落脚以后 再转过来的 我们是先转的脚尖 先转脚尖 这个落脚这个动作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 一定要先摆脚尖 先摆脚尖的时候 你容易保持身体的平衡 然后落脚尖 落脚后跟 脚后跟一定要蹬住劲 然后用后脚蹬劲 心体微微向前一转 这时候 您后膝盖一定要顶住 前膝 前后膝盖 对 应该顶住 盘布 对 是个小盘布 这个奥布 奥布斩手 这个斩 就像我们 拿刀这个切菜一样 要有这种力量 对 老师 那我们这个转 撇脚尖 大约撇一个多少度 你看 我们正常站的话 是身体的 身体的个正前方 你看 45度左右 45度 对 然后落脚 落脚根 脚后跟蹬筋 然后再蹬 对 我们蹬的时候 您说这个左手 有一个向下的劲 对 左手 这个向下 并不是 你看 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并不是我手向下做 你看 手放着 没做动作 转身的时候 你左肩 压着你肘走 左肩推你肘走 是肩推着肘 对 这就让整体出现了个 对拉的力量 这个时候我们右手 是保持不动吗 右手合到心口 合到心口 对 合到心口 你刚才初学者 你放到心口就不要动 不要做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 它是拿对方的手腕 它有个提转的动作 所以要做一个小蝉丝 但是刚开始 我们不要做这种动作 就把手放在心口就可以了 洪老师 刚才我们是把势子分解 详细地学习了一下动作 下面请您再带着我们复习一遍 好 我们从 苦苦的最后移动 某眉红 白脚 右左手变掌 收肘 进步 右担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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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虽然向左走得偏了 关键步伐变得稳定 傲步斩手 当转身换步时 右脚的旋转提落 必须和双手的运转配合一致 下面我把右单匀手和傲步斩手 两式的使用方法给大家展示一下 某眉红的最后一动 对方是在我的身体右前方 他为了破解我这个裂法 松肩成轴 准备用轴挤我 这时候我撤步 走了个小旅 但是对方继续后撤步 继续向前挤我 这时候我产生个轴挤 第二动 对方 为了破解他的背势呢 继续松肩成轴 这时候再加个铝 然后再进一步 反复 傲步斩手 在最后移动 最后移动 对方 进一步 进一步 准备用 他这个轴 轴挤我胸部 我转身 转身白脚 蹬劲 做好旋风脚中的转身 有何撬门 你打比方 我们起右腿 起左腿 你不要向右斜 如果向右斜 你身体肯定不稳 右转身蹬脚 对身体有何养身作用 如果你放了手 放了身上的话 你会感觉到 他身上的来回坐 做运动 这时候 他是对身体 是有个 有个叫什么 内部调理的作用 肩膀的松沉 在积极中 是如何体现的 对 他搂我的时候 我这个整个身体 双拳要下打 肘肩不要动 肩松 松沉 松沉的时候 身体向左转 肘肩 走近的时候 骑脚 蹬对方的右膝 太极比养生 下期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 这节课 我们一起跟随洪老师 学习了 红式太极拳二路的 第34试到第38试 眼手红锤 浮虎 抹眉红 右单云手 和傲步斩手 洪老师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哪些柿子呢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 左单引手 左冲 下双状锤 右冲 海底翻花 眼手红锤 扫堂腿 和眼手红锤 观众朋友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八个柿子 内容非常的丰富 也请您继续关注太极与养生